学术研究证实 葡萄拥有相当丰富的植物多酚 跟大量的白梨芦醇 现在也有业者做成饮品 也成为爱美人士营养补充品的新选择 爱美的人最大天敌就是老化 放眼看过去医美诊所随处可见 就连医学院都感叹 现在是救丑不救命 不过医美属于侵入性的治疗 一不小心面子不保 不仅伤荷包更伤心 很多人还用这样的方式 大概每天晚上我会喝一杯红酒 每天都是葡萄 然后葡萄皮都不要剥 就直接吃下去 其实不管是葡萄皮或者是葡萄酒 医学界已经证实拥有丰富的植物多酚 以及白梨芦醇 不过要达到抗氧化的效果 需要一定的食用量 这样一汤匙 号称是白梨芦醇 加上十几种植物多酚的混合饮料 补充细胞抗老能源 不管你愿不愿意青春总会流逝 靠着抗老科技的发达 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 就当做参考吧 独自新闻 刘嘉宇林承远 台北报道 想要抗老吗 甚至还有很多的保养品 萃取了葡萄 蓝莓等等 希望能够用这些抗氧化的水果 来帮助爱美的女性 白货周年庆开跑 美妆专闺前 人潮急得满满满 因为保养是女性最重视的特题 不想让岁月最人老 除了在脸上糊涂抹抹 就连吃的也不能马虎 就是平时吃一点蔬菜水果 然后尤其是葡萄 要不然就是睡前喝一小杯红酒 今年25岁的田小姐 对饮食特别讲究 因为蔬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也被当成是美容圣品 像是她最爱吃的葡萄 里头就含有大量能抗氧化的植物多酸 有一个特别的营养成分 营养成分是维护菲氧 它是很高的研究 与在生育的程度上 尤其是在生育的程度上 这现在是维护菲氧化的维护菲氧 尤其是在皮肤上 有来葡萄皮比果肉更具营养价值 含有蓝莓和坚果类 也都含有植物多酸 和准现代人需求 还有萃取精华做成的美容饮品 但想要养颜美容 除了透过饮食均衡 还是得加上适量运动 才是保养抗老之道 三立新闻谈务性聆听会报道 自从创世以来 人类就开始寻找 可以更年轻和更长寿的方法 如今 全世界的科学家们 正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 来解开长寿的密码 最令人兴奋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 就是在红葡萄酒中 所发现的一种被称作白犁炉醇的物质 该种物质处于被科学家们 称作法式论点的核心 也就是说 尽管法国人的饮食中 饱和脂肪含量相对较高 但是 他们患心脏病的几率 却出奇地低 加康利的科学家们 同世界上最成功的 抗老化研究机构 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合作 他们花费了数年的时间 来开发一种 能够萃取红葡萄酒里的 营养能量的产品 如今 加康利只选择产于法国的 世界著名的罗纳河谷 百分之百非转基因葡萄 来制造优质的白犁炉醇浓缩物 并从这种葡萄中 提取出一整套强效的多酚 在阅读了上千篇的研究文献 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之后 我们意识到 如果将白犁炉醇 同其他全部多酚类物质结合起来 我们可能会生产出一种 有效得多的产品 随着一种生长于美国东南部 拥有很强效抗细胞老化功能的 稀有葡萄品种的发现 加康利公司 将抗老化方面的营养补充品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它们同其他所有品种的葡萄 比起来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由于它们所含的重要多酚水平较高 另外它们含有所有这些重要的植物化学物质 及抗氧化剂 马斯卡丁葡萄富含抗氧化剂 它是唯一的一种天然多出一对染色体的葡萄 科学家推论 这可以帮助这种超级葡萄 生长出它所需要的更大的果实和更厚的果皮 以及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存活 加康利的科学家们采用了一种辛苦还有复杂的程序 来探索这种超级葡萄 在环境压力下保护自己的天然能力 当它们识别出马斯卡丁葡萄中独一无二的多酚成分 及最有效力的多酚种类时 加康利的科学家们同大学研究人员合作来测量其生物活性 以确定最好的提取方式 我们取得一种有研发潜力的成分白粒芦醇 并发现了其他能够增强白粒芦醇功效的天然成分 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来开发一种独特的 能够集中这些功效的萃取液 结果就是 一个如此独特的超级多分混合物 我们提出了专利申请 加康利在过去的50年以来 一直致力于创造更健康的生活 这一直指导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能帮你们拥有更加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加康利的科学家们 同美国哈佛大学辛克莱尔博士合作 利用白粒芦醇 同这种正在申请专利的多分复合物合在一起 在抗细胞老化上 取得具有革命性的重大突破 有了加康利的VIVX 您可以更健康 更美丽 更年轻 VIVX来自美国加康利 可以了解联合我 其实非常健康的 Tapi这就不需要 你会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